我们看到A股在红5月预期落空之后 6月份的行情会如何演绎 相关的话题 我们立刻请教我们 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 孟静县 孟静县你好 孟静县你好主持人 孟静县我们看到 6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 我们看到由于影响股市下跌的 一些不利因素还没有完全消除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互相两世 虽然成交回复到接近万亿的水平 但是指数还是呈现一个 震荡整理的一个态势 冲高回落 反映这个反弹的动力还是有限的 那么市场的信心还是有待恢复的 所以对于这个6月份的行情 你觉得投资者是不是能够有所期待 我觉得应该讲 一般来说每年的6月份 它都是一个乘上几下的月份 因为我们知道 就是每年的年报 是4月份公布完毕 然后半年报的话 一般得到7月份8月份 然后才会有所纰漏 所以说从信息的角度上讲 6月份相对来说是一个真空期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往往6月份更多会是一些主题性的投资 会比较的占据上风 那么我觉得这是6月份的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 那么另外一块来说的话 我觉得在经历了5月份的调整之后 其实我们也要看到呢 应该讲A股的整个的性价比已经变得越来越好 当然也包括港股 那么也就是说我认为市场 其实现在还是投资者越来越聪明的 那么在整个的我们可以看到储蓄 对吧 然后储蓄预格越来越高 同时来说储蓄利率不断走低的这种情况之下 那么我个人认为的话呢 资本市场股市的性价比应该讲呢 还是我觉得越来越不错的 那么在这种认同 就是在这种认知之下的话 那么虽然短期面临的一些 对吧 然后一些问题 但是我认为其实长线资金 还是比较明显的开始呢 有这个就是有这种抄底化的布局 所以说我觉得6月份的这个市场 那么未必可能会出现大的趋势性的行情 但是我认为至少会优于5月份 那么有可能会成为什么呢 会成为可能就是今年市场 又一个重要的这个 又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那么所以说的话呢 我觉得6月份的市场 还是很值得期待的 至少热点的角度上讲 我觉得应该讲不会缺失 OK 那么最近我们看到美国的芯片巨头 英伟达 他凭借人工智能AI的浪潮 成为全球第一家市值破万亿美元的 芯片公司 这也令到像这个GPU芯片 还有这个大模型技术等等 这些板块呢 再度成为市场的抢手货 像我们看到像科大迅飞 还有360等等股份呢 都大幅走高 但是有不少个股市场 已经来到相对的一个高位了 那么随着这个英伟达的CEO 黄润勋马上就要来中国进行访问 您认为这些AI的概念的一个炒作 是不是也应该要提防有散货的风险 我觉得其实这个市场已经足够成熟 那么投资者也都已经是很聪明了 特别是我们知道 经过了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 和过去的这个10年20年的 那么不断的各种各样的 就是概念的这种洗礼之后 其实我认为市场呢 目前对于AI的这种追捧 那么既有就是憧憬和这个炒作的成分 但也有实实在在的长期看好 那么这一重大的科技领域突破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我觉得呢 对于这个AI 我觉得还是要做实实在在的区分 那么我觉得其实不外乎就是三类 一个是那么应用场景 那么应用场景我个人认为的话呢 从套用以前互联网的这个情况来看 其实是那么就是最 就是最难以猜测最后谁会胜出的 那么换句话说 应用场景最后谁会胜出 到目前来说 有可能是炒得最快 炒得最狠 但是也有可能呢 是就是泡沫化最严重的 那么一个方向 那么另外一个来说呢 就是属于卖工具 对吧 比如说像芯片也好 算力也好 对吧 然后包括这个 那个就是包括像种电脑设备等等 那么像这些 它是实实在在的 会有一个增量的收益的 那么所以说我觉得 如果像这类板块 就是所谓的工具 那么一旦回到了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位置 那么我个人认为确实来说 还是满值得投资的 那么再有一个的话呢 我个人认为来说呢 可能就是属于一个就是海外的一些热点的一个 一个这种投射 那么我觉得像这个海外热点投射的话 那我个人认为的话呢 可能就真的是 是我觉得需要什么呢 需要投资者这边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设好这个止盈止损 可能从技术的角度去参与 对吧 比如说就像您刚才主持人提到过的 像英伟达概念等等 对吧 那么我觉得那可能就更需要 更需要从技术面的角度 而不是从这种基本面的角度去进行分析了 那么但是总体上来讲 我觉得AI呢应该讲 在6月份确实来说呢 是市场的一个对吧 是市场的一个活跃点 但是的话经过了这个一股做气再而衰 那么三而结 那么这样的一个对吧 那么这样一个过程 确实来说投资者还是应该去找 找这个其中的性价比比较好 相对来说呢 就是未来的业绩确认度 确信和真实度比较高的一些品种 短期的热点的炒作 我认为确实已经到了中后期了 是 那您刚才讲到重点 就是5 6月份整体上来是说 整体上是上市公司的一个业绩真空期 再加上二季度的这个经营数据呢 也都还没有全部的发布 所以说对于市场来讲 它很难产生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预期差 那么机构的这个资金 也很难有大的一个动作 那所以整体上互相两次 可能还是处于一个阶段性 主体的一个过程 各板块的轮动非常快 那很难有一个具体的投资这个主线 所以接下来你认为 投资者还可以关注哪一些类股 那它可能可以进行操作 好 我认为是这样的 那首先我其实对市场还是蛮乐观的 因为呢 那个投资者 其实分析市场更多的都会有惯性的 那么这样一个引导 但是有时候我们也应该想到 其实现在市场界不利因素 我们都看到了 但是市场 我认为很有可能在6月份 出现一些额外的有利因素 那么一旦出现了一些额外的有利因素 对吧 外利因素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市场就会有 比较好的这种反弹 甚至上涨的行情 对不对 所以说我认为刚才我们的讨论 首先是基于什么呢 是基于一种惯性 但是如果有这个外利 打破了这种惯性的话 那我认为还是可以对市场 更加乐观一些 那么至于说市场热点方面 我认为今年毕竟来说是疫情以后的 全面复苏的一年 所以说我觉得多数板块 应该讲都是有机会的 所以怎么样 这个6月份的股市表现 应该会比5月份还要好 非常羡慕 我觉得至少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吧 是 好 谢谢您